来请各位站停下动作 好来 这个呢我就放到旁边了 好算了我就用这个来好了 假设了 这就是我们的浴缸好不好 假设我们这个按摩浴缸 那么我要把这个 按摩浴缸啊变成图块出去 好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 那么呢首先呢先给他 W Enter 如果说呢你忘记快速键了 请你到插入点一下 制作图块的 这个按钮点一下 记得选第二个 因为通常 它上面都会是建立图块比较多 所以你要把它按下去之后 选第二个才对 这才是我们要的 好物件没有错 再来基准点按一下 那因为这个是比较不规则的造型 你自己要去抉择 我如果到时候这个马桶 把这个浴缸抓进来的时候 我的滑鼠应该要粘在 它的什么地方比较好 那比如说我就粘在 它的四分点好了 我觉得这四分点可以 点一下 这样到时候我把这个浴缸 抓进来的时候 我的滑鼠是粘在那一点的 好OK来选取物件 全部选起来 Enter以后呢 要不要删掉还是保留呢 还是变成图块那你可以自己决定 好来目标点一下 嗯好吧 我就还是选存到我的物件好了 然后我的文件 这边的话就是浴缸浴缸 那我可能会做好几个 所以我会给它一个流水号 好储存 OK那因为这是室内设计的领域 所以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各位用公分 按确定 好OK了 你看这突然变十倍 有没有看到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要怎么样来测试呢 你在这个档案就不准了 来我们按一下加号 有没有看到加号 按一下加号的话呢 就等于开个新档案对不对 好我们就按开启就好了 这通常他会要你选那个 就叫做样板档 好我们就不用按开启就对了 好各位 现在我是不是开个新档案了 来我们要测试了 如果你用快速键insert的话呢 那就是i enter 我现在做的就叫做插入图块 如果你忘记快速键 请各位到插入 这边进来 选这一个哈 插入点 插入点 点一下 一样这画面就出来了 来按一下浏览 去找哈 好我把这个浴缸放进来 选到浴缸 好按开启 好他就问你咯 第一个找到了 第一个插入点 你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这边一打勾 代表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的滑鼠会把浴缸黏进来 滑鼠点在什么地方 浴缸就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要打勾 比例呢 注意 进来有没有要变大变小 没有 那这边啊 你就不要打勾 进来就是维持1比1就对了 本来多大 进来就多大 所以这边没有人在打勾 比较少人在打勾 旋转呢 就看你了 进来有没有要转几度 如果没有 那这边也不用打勾 原来几度 进来就是几度 按那个叫做0 所以这边都不用动 图块原本是公分 现在还是公分嘛 所以这边都不用动它 好 细数的话呢 就不用管它 现在我们按确定哦 各位 有没有看到 我的滑鼠就粘着浴缸 进来了 有没有 这样子 我们的浴缸就进来了 所以各位呢 从刚刚到现在 是不是很快的 就把浴缸放进来了 如果呢 你还要再测试 那也OK啊 再去开个档案 好 这一次呢 我们去把刚刚那个马桶 插入进来 我再做一次哦 按插入点 好 按浏览 这一次啊 我要选马桶 好 开启 一样 插入点 记得要打勾 比例不用打勾 旋转不用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有没有看到 我已经把马桶连进来了 找一个我要的地方 点下去 马桶就进来 来 教给各位 请你练习看看 去开一个新的档案 再去练习一下 怎么样插入图块 哦 哦 哦 谢谢观看